北京时间7月29日,2018年国际平原澳大利亚公开赛,展开最后一比赛日的争夺。 在女双决赛中,日本选手早田西奈伊藤美成3比0战胜队友乔本番乃乡左腾腾,夺得冠军。早田西奈伊藤美成是日本头号女双,不过在过去几战比赛中,他们都没有取得太好的成绩,上一战比赛早田西奈更是因为伤兵退赛。 好在这一次比赛,早田西奈及时复出,再加上国平并没有派出最强组合参赛,两队日本组合争攻击把各自对手晋级决赛,提前包揽了女双的冠亚军。 在今天的女双决赛中,面对日本双小组合桥,本番乃乡左腾腾,早田西奈伊藤美成完全占据了场面上的主动,最终以11-8,11-9和11-7,直落三局击败队友,夺得澳大利亚公开赛的冠军。 而这一时,日本队时隔四个月后,再度拿到女双冠军,随着日本队夺得冠军。 这也意味着中国女拼,在这个项目上无缘五连冠,回顾过去的几战公开赛。 韩国占中国女拼包揽女双冠亚军,日本公开赛。 刘诗文、王满玉和顾玉婷慕子,也击败了各自对手晋级女双决赛。 中国公开赛上,丁明珠宇玲也是以3比1击败田智希良下赢夺冠。 在中国香港战比赛中,孙颖沙陈兴同和陈可王满玉也包揽了冠亚军,展现了超强的统治力,反观日本女双,只是他们最有希望夺冠的单向。 但是在此之前并没有太亮眼,的表现,连续四战比赛都没有闯入职赛。 就连泰国挑战赛上,东道主组合斯坦希尼奥拉网,以以3比2击败日本组合,之田商计大腾沙月度的女双冠军。 日本女双的上一个女双冠军是3月25日德国公开赛。 当时早天西奈一腾美城,以3比1战胜前之西梁下赢,登顶女双冠军。 如今再度拿到冠军,站上最高领奖牌的日本天才组合乐开了花。